阿經,你有沒有... 不,我不說名字,我只會說要打架 有沒有遇過什麼神經病 以前在台灣做雜誌社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黑社會 其實雜誌社,我不知道究竟是它的裝飾還是什麼 它其實真正賺最賺錢的業務 是安排一些日本AB女友來台灣 給一些有錢人做這些事 你現在說不怕被抓飛氣嗎? 不怕,它被人抓了 我們會幫你打架的,所以你不用怕 達姐在這裡 一次,我就上網搜尋 吃字有字的,說插班女學生 開了很小的,我想手張這麼小 一開完會就說 你剛剛在看鹹的東西 哇,是不是瘋了? 今天推翻了作天的餓 可以讓你進入一個絕對勞性的狀態 我覺得有時候是被人搶到進入了這樣的模型 對香港人來說,有什麼慘得過上班呢? 就是上班都要對著一位瘋善上司 分分鐘,你對著這位瘋善上司的時間 比對著你的家人更多 今集Pantry有東西針 就跟大家針針 各位被上司摧殘的經歷 Pantry講,Pantry散 Pantry散 什麼事這麼生氣啊? 哇,還要撞傷了 來,進來Pantry慢慢說 2 hours later 然後我覺得我們很不夾 有一個這麼不夾的上司 我不知道怎樣做 除了辭職,還可以怎樣做 冷靜點… 我想說,你的案子也不是夠 我真身試過一次 以前我FreshCraft時,那位老闆更瘋了 每次要入房的時候,他要罵你 開了我,還要整間辦公室 還要每次冷靜點,還要叫同事 每次入房再數下一次 然後他不願意做事的時候 他扔到地下的衣服 他真的扔到你 扔到我還可以接 他扔到地下,你要為他 這些才叫西洛上課 完全沒有人格,沒有子 最後我做了7天 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我好特別 平時上課不見你這麼快走出來 這個我聞到是非的味道 我剛才說起我以前上司有幾點 即是說她是個具業單身的女上司 這些我覺得很難搞 因為她的心思 全部只會放在公司上 這些就是西老闆 到處都是 喂,請錯請錯 西老闆呢 我想大家就見得多 但知不知道有些人這麼厲害 偏偏會上位 不知道 其實心理學上有得說 心理學上有所謂黑暗人格的理論 即是人有三個西偉 可能會出現 第一個就是自戀 也就是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覺得自己才是無敵 自己是全部判斷所有事情的理論 第二就是psychopathy 也就是無情 就像你之前的西老闆一樣 他罵你時是不會理會你怎樣看 也不會理會你的感受 但第三個就是Macavernanism 也就是權術主義 這其實也可能是西老闆 為何會上位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他知道 哪些羞辱型的句子 是真的可以捉到其他人的心理 一般來說 他們換取一些short turn compliance 是很有用的 你會覺得那一刻被震著了 你會覺得是否暗黑三角中了 剛才聽到我說是眾傳術主義多少 他很知道怎樣討論別人的同位 特別是你fresh red 是的 你不太知道 其實你會預期一個老闆有怎樣行為 你會覺得自己本錢又不夠 見世面又不夠多 我問他都是是是是是 是他本身心底不好 你有甚麼成因呢 其實有Kaidov很難這樣說 一個人有這樣的行為模式 他對其他人的聲音這麼尖酸黑薄 其實很多時候他對自己都是這樣的 有一點我覺得挺值得試的 你可以試試 從對方的角度說同一件事 就是這樣放在地上 即是你要放在地上 OK OK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試試當自己fran drama 你這個grammar錯了 你知道的吧 出去再改過 給我兩個理由 為何你是對的 因為我是上司 我必然是有權力 第二是這裡是我的地方 這裡是我的任務 你看東西真的很廢 你這品真的很差 我以為你會說這個他不說 我也是心想在這裏 是啊 你沒想到自己也沒有問題 你沒想到自己也沒有問題 你沒想到自己也很差 我想WhatsApp 我想WhatsApp 他跟他說Sorry 我當時贊助他的Sorry 這招是很合理的 即是你說出對方 就是他想要些甚麼 他要怎樣想 然後你再問回 如果他是你的話 他想你怎樣 你有沒有哪幾種是最容易 你不覺得崩潰的西勞勞呢 聽過其中一種經常談的就是 那些很喜歡micro management的勞勞 那些喜歡甚麼都要管到極致 我自己也聽過的個案 就是一間公司是要求員工寫一個worklock 然後是每一分鐘的員工在做任何責任 甚至換水機的水 你都要寫這一分鐘不可以換水機 那我有一個哲學問題 你這一分鐘這一秒是一個lock 那你一分鐘過一秒 做不到其他事 很多時候是一種控制欲 就是甚麼都要管 其實起源於就是 其實你對自己下屬沒有信任 就會產生這些很micro managing 得很厲害的團隊 那其實作為一個下屬 我們可以做的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去convey給老闆聽 你是一個信得過的人 你令我想起 其實我在上網見過一個case 真的很瘋狂 譬如他說在廁所 做一張notice 他打完給他proof pream出來 放了入刺架 黏在那裡 然後開頭就說用A4 size 環保D 然後就說 這些字不夠大 就要教到這些字貼在那邊 然後開完睿屎看著紙 又說看不到這些字 又說要用一個再大一點的size 然後本身 切物將衛生用品扔進馬桶 之後又說要加上口袋 抹袋子 消毒指巾 又說要將切物改為紅色 衛生紙要改為藍色 就是前前後前前後 改了六七次 可以怎樣用苦呢 其實真的一開始要問清楚 他想要些甚麼 當老闆派的命令 我們很多時候只懂得 是是是是 那是很自然的反應 但其實一個好一點的員工 或者是一個很值得去pick up的skills 其實是明白老闆的agenda是甚麼 但這個你要很懂得去揣摩性意 究竟老闆是甚麼人要去做甚麼 但這個skills是太深奧了 所以其實說到底 大家開城部工地說 自己想要甚麼的問題就會解決 當然這件事是難的 是赤裸的 但很多研究發現做到這件事的公司 其實枉慰是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意思是下屬可能要問 你究竟想怎樣 你問得出的 你一定可以問得出的 收到你的命令 然後跟他說 知道你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其實我想多明白你 你其實做這件事的目的是甚麼 等我都可以計劃得好一點 很多時候老闆的溝通制度 就是你appear to他的利益 去說整件事 其實我感覺會很不同 明白了嗎 即是都是要問他想怎樣 不是呀 其中是要問他想怎樣 有些老闆是死都不肯說他 你想怎樣 聽過隔壁公司有說過 有個老闆每次開會 他都不會跟你說 他開會的目的是甚麼 或者他是想做甚麼 他每次都要你猜是甚麼 如果遇到老闆這樣的話 應該是怎樣做呢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第一步你真的直接 要跟他說其實你是猜不到 但如果跟老闆說 即是跟你說 他沒有跟你說要甚麼 他說我猜不到你會想甚麼 You are fire 對呀 下一句就已經 下一句就 我跟你說我想要甚麼 我想你遲 我想你立即走 即有些時候我們問這件事 我們可能會帶過頭盔 其實我是想你幫幫忙 其實這件事有幾個心理學 在裡面 第一個那句說 其實我自己也未必認識到 發生甚麼事 這句是叫Acquisition Audit 即是你先說出對方 可能會插你 對方便會發現他不會插你 然後就反過來 他想把你捉住 對呀 對呀 卡在那裡 你可能想說我 對呀 說得知道我該死 其實最後那句就是 你的語氣是請你老闆幫忙 input多一點 就是在用別人的傾向 我們人人都喜歡自己有價值 其實你的angle 不是你blink他為何不說清楚 而是你想去幫忙 令你解釋得清楚一點 所以怎樣都是要 有些愛去對付老闆 內心不是太觸責 那種立體的 剛才你是老闆的老闆 你明知道老闆很麻煩 也很大不大 也很麻煩 是要愛他 對呀 你已經承受了一切 還要說 我知道你是想我做得好的 我也想做得好一點 會不會這樣做得好一點 還要猜他罵你什麼 第三種上司是怎樣 第三種上司是怎樣 第三種上司是看死你 基本上是 我最討厭這些人 上司有功能 就是接近他的下屬 慢慢成長 但有些上司很喜歡 以哪類人去區分 但有一類上司很記載 即是他看死你 那類人同時 因為他很怕人才 而他會押著你 讓你不讓你上去 我們都說是定型心態 即是Fixed Mindset 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他相信一個人的能力 是天生就會整定 而沒有一個成就的空間 所以他們會很重視 去示範自己的能力 例如上司經常說 想當年我是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例如做事是這樣的 永遠不肯試 因為其實上司的一件事 就是他很怕自己錯 而且很怕自己表現到自己 沒有能力 很多時候 一些好的上司 就是真的願意請一個阿淑 去補足自己的不足 而他要承認這件事 但有些上司 他們經常都會覺得 爛泥扶不上病 你就一定是爛泥 永遠都扶不上病 那些惡可以怎樣 其實很多時候 下屬可以做的好事是甚麼 就是嘗試真的 求求上司一些實質的支援 很多時候我們發覺很少做 就是主動明白自己上司需要的甚麼 然後也是主動求求 其實他可以怎樣幫到你 很多時候我相信 說出口的上司 都未必會拒絕 例如一些街電 一些附切 大家苦心自問 我們有多可是主動求求上司 去導致我們做事 這件事很攻防戰 而那種本錢 你要很清楚 那個老闆是怎樣 而你要很多不同轉變的情況下 你要知道那個牌是怎樣出 很多時候 你的理解就是老闆攻你 然後你防 或者你攻你老闆 那你被人攻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會Defensive 然後你攻你老闆的時候 你以為他能否感受到你負責 他豈不是又會Defensive 我已經試過有一個經驗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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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自行去猜 但當時我們都以為自己有本錢 因為解釋那個神經濟的上司 就侮辱我們 垃圾 垃圾 就是罵完垃圾之後 就看到大家都有點不滿 那一刻就說 大家是不是有什麼不妥 我們就下出這間房子 不要做 然後那一刻 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第一個是誰起床 第一個是有兩個人一起的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 你是第一個起床的 是人生第一次 對 很勇敢 然後我們就站起來想著 走出去 大家都可能會跟著 群眾壓力去吹我們 你那一刻沒記起床之後 沒有人 沒有人 後面有人跟著才走出去 然後我們走出去之後 竟然他沒什麼反應 然後隔了兩小時後 然後就解僱我們全公司 他預料你們走出去 他是給你們走出去 那一刻我們就是錯估了自己的本錢 以為能夠成功 但最後就是不成功 那那間公司現在怎樣 那間公司現在就已經收拾了 收拾了嗎? 欸欸欸欸 大家猜到了 收拾了嗎? 那間公司現在就沒有了聲器 那你現在怎樣 我現在就動了 不知道現在怎樣 其實這個也是本錢 那你有沒有要那些 是真的好能夠控制到自己的善嘗師的一些下屬 你自己是做上司 你自己是做人的下屬 我做生意的 但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有些下屬是 manage 我挺好 我是個很性急的人 多數我說的一件事 很傷害很快發生 就是跟我自己的性教關係 我是人很急的 那其實我覺得我的下屬做得好的位置 就是會問我 其實想要這件事是為了什麼 然後然後很realistic的 他跟我說其實是跟著ABCD的任務 他會問我ABCD一起做 就不可能這個結尾 但是他想我先做誰 其實就是剛剛那件事 就是Sense of Control 你見到為什麼他做得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atmosphere 是覺得大家要工作的一些東西 那我也有控制 在選擇他要做誰先做 但是我覺得其實跟老闆 或者管理下屬就好像拍拖 你總要是work with他一些 少少不太 functional的位置 真的是磨合 但如果磨合不了 你也要把握到自己的職場本錢 也不是東加不打 打世家 你不要幻想跟老闆拍拖 我看到你有玩 你要批圖在上面 我會在一個上司 不要再說了 有點皮雞皮 但是怎樣為之 去到能夠磨合和不能夠磨合 我覺得這樣更難過拍拖 其實很多時候由上對下和下對上都是 例如我當上對下才算 其實管理學上一般沒有鼓勵一些上司 當下屬覺得表現不好的時候 是給一個正式的警告 跟他說這樣很難繼續下去 但其實同一樣東西由下對上都可以 你直接說其實你沒辦法繼續下去 除非有一些新的管理方式 或者改變武俠的方式 如果你沒有底牌你做這件事 你就會自殺 說到最後做打工仔就很不容易 要含著眼淚 他越瘋了 就越要追求他 首先要自我先 很重口味 很重口味 所以我都想聽一下一些重口味的案件 請你告訴我們 時間差不多 這裡說 這裡刪 刪刪刪刪刪 不過都記得 留言、讚、讚、分享 拜拜 我本身是個很性急的人 你這三組是哪一種 你已經定了 我不知道我的員工會不會看這段影片 如果看這段影片 如果有西哥來的 I'm sorry 留言、留言 他的白癡 他的白癡是很可怕 白癡到抽筋了 平時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 Mexican 我已經心靜 coment 沒有 只是 問 issue 我 有 哪 有 我